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看看他们的爱情故事 袁德彩奶奶是陕西省安康市镇平县曾家镇弘阳村人 袁奶奶说 自己一身曾经有过两任丈夫 先后陆续去世 无儿无女 她60岁的时候成了村子里的古堡户 2008年入住镇平县第一靖老院 2012年 当时95岁的袁德彩老人 爱上了靖老院里比自己小35岁的刘兆明 老奶奶说 自己仿佛回到了青春时代 靖老院开始不同意正闻亲事 觉得两人年龄相差悬殊不合适 但是两位老人始终坚持不放弃 最终靖老院里他们举办了婚礼 还能比较好情人的刘兆就把约定抢甸 靖老院随の关系列 我们在杜兆里的留意 touch with the 全部刘兆计划 Johns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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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